了解了血焰的营养价值 本视频将给大家介绍 食用血焰的功效和禁忌 食用血焰的功效 血焰具有减肥排汁 不水保湿 紧食肌肤 人肠通便 提高人体免疫调节 抑制癌症 调节人体胶原蛋白生肿 促进儿童大脑发育等功效 食用血焰的禁忌 一 在吃血焰的时候 要避免接触一些 辛辣油腻性的食物 血焰中的蛋白质量较高 要少食酸性的食物 两种食物不可以同时吃 否则就会引发消化到 不适应的症状 二 在吃血焰的时候 要避免喝茶 其实茶叶中 是含有大量的油酸的 能够破坏人体药物的 营养成分 最好是需要隔开 一到两个小时 三 吃血焰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 尽量地选择 少吃多餐的方法 定期进食 每次血焰 需要达到三到五克 最好是要空腹服用 每天可以吃一次 或者是隔天吃一次 晚上空腹吃效不好 了解完食用血焰的功效 和禁忌 下个视频给大家介绍 血焰的食用方法